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 值班日了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BMW M Performance的PASS 這個是現在BMW新的一個改裝的概念 可以介紹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今天來了一台 專屬於未來BMW M Performance這個改裝品 的產產車 那這台是什麼車呢 就是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台 BMW M340 M Performance PASS M M340外觀有很多很漂亮的套件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外觀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DNW有幾個在外觀上面套件上面的小小的秘密 個人認為在外觀套件的部分有幾個重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密合度第二個就是它的特殊性 畢竟花了大錢去改裝一台車我們不希望間隙很大 或者是跟別人看起來一模一樣 好像有點可惜 第三個部分則是絕對不要它影響到它原本應該有的功能性 首先第一個密合度必須要講原廠就是原廠 之前看過有很多在外面買的水箱護罩 黑色系的 常常發現這邊的密合度跟另外一邊不一樣 甚至下擺的部分還會有大概1mm粗的這個間隙 看起來覺得怪怪的 甚至也會有一些波浪的 但是呢 DNW and Performance Plus 絕對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甚至是不管是在特群啊 還是後方的尾翼 看起來的線條立落度絕對都是非常好的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特殊性 那我們現在也會看到在這個前面的下釘封翼的設計啦 它常用的是兩塊式的一個設計 所以中間實際上還會缺口 看起來還蠻帥的 重點是在側面的部分 這邊呢 它會有一個 像牛角造型的 立起來的一個釘封翼 側翼的一個造型 我個人會覺得事實上這種小小的設計 可以讓整台車子看起來會變得更精進 變得更特殊 包含在像M3或M4的排氣管的設計 它的下面的Diffuser 後面的這個擾流液的部分 甚至做出那種八字型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改裝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但是也要做到這樣特殊的牛角造型 硬度就會變得很重要 所以呢 每一個碳纖維的套件 基本上都是用6到7層的碳纖維 一層一層疊上去 去增加硬度的同時呢 也可以接觸到它的輕量化以及功用性 而且啊 在過程當中 如果你仔細親眼來看這台車的話 你會發現 非常感動 因為全部都是 對花 那什麼叫對花呢 簡單的說啊 就是 今天碳纖維的紋路一定要引致 這邊呢 是從左到右斜 那邊啊 就一定是右到左斜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八字的造型 超漂亮的 那如果是一體成型的這種設計 像水箱護罩 則是從右邊 往左後 的一個感覺 去拉它的線 那車頭是這樣子 尾翼也是這樣子 包含後面的這個Diffuser呢 也是這樣的一個線條過去 所以呢 如果從正上方 拍下來的時候你會發現 所有的線條 統統都是一致的 這個啊 就是原廠 它所想要帶給我們的一個精緻度 真的不是蓋的 好啦 那講到第三個部分啊 不影響 原廠的機能性 那這裡實際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記得啊 這個 纖維的 鯊魚器 好這個東西呢 實際上在幾年前啊 我有一個客戶 他曾經 在賣賣網站上面 買了一個 碳纖維的尾翼回來 當時他帶的是 F30的320 它的碳纖維尾翼 我看到覺得這好帥喔 好趕快裝上去 就請包廠幫我們安裝 就安裝上去的回去啊 大概晚上吧 他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居然好 他的導航 不靈光 在車子裡面通訊 就是電話的部分的話 變得訊號很差 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 裝天線而已 不會是那個主機壞掉了吧 結果我們就回來查 主機啊幹嘛 就發現也沒有問題啊 後來我們決定 把所有的改裝品都拆 甚至連尾翼都拆 就拆完之後就好了 我們就突然發現 怎麼會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他就是換回原廠的啦 那個東西就丟直到現在 可是啊 直到今天 才發現 這個的重要性 材質 在全車呢 很多漂亮的 這個碳纖維的套件上面 包含尾翼啦 還是下面的Diffuser 全部都是 真的碳纖維 那唯獨一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鯊魚鰭 他用的叫做方輪纖維 這個名稱呢 或許你聽起來會覺得 有點模糊 好像沒有聽過 那我們換一個 比較我們常聽到的一個名詞 他叫 克維拉纖維 就是所謂的 防彈纖維 沒有錯 他就是做我們防彈衣內襯 的這個材質 那為什麼要用它 而不是用碳纖維 原因很簡單 因為啊 它的編織維 跟碳纖維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 因為碳纖維會導電 但是它不會 所以呢 碳纖維它可能在一定的溫度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啊 可能收訊的部分就被遮蔽了 但是克維拉纖維不會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它可以擁有它沒力的外型 但是啊 又可以 擁有它實際的功能 對那這些的部分啊造就出 為什麼有人在說 為什麼原廠的套件這麼貴 在外面的賣賣網站上面好像蠻便宜的 那它真的是有點貴 但是呢 它是有它實際的一個效能 而且 有更高的一個品質 所以啊接下來如果要買改裝品的話 建議 記得來原廠看看 新的BMW Amplomous Pass 的一個套件 好啦 今天啊 分享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啦